第一季夜夜秀的時候 是蠻想要有個中立的色彩 那所以當有人說我藍 說我綠說我白的時候 那我就達成這個目標 目標了 那現在就是如果再說我政治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蠻無聊的 哈囉 中天新聞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喜劇小卷毛賀瓏 之前好像是有一些放波 對 現在狀況如何 心情還好嗎 好多了 但還是多少 多少一點 因為那時候做完夜夜秀節目的時候 大概快過年 所以那時候我有安排一些 讓自己盡量不要在台北 就跑去外地玩 身邊所有人到現在為止都跟我說 這一波 不管被罵的程度比率多高 都是好事 但我不這麼認為 我寧願都是好的評價 然後不要這麼多的版面 我也不要像現在這樣 你自己那時候也有出來道歉 首先那篇文不是道歉 那篇文是 就是說這件事情很遺憾 有人說我那篇文的誠意不夠 但有一半人說 我不應該發那篇文 好像來撐 我就想說 我就把我想講的講出來 然後我不做過多的遲早渲染這樣子 我覺得我已經做了 我認為最好的做法了 那當然下面很多人罵 那你就這樣 你覺得損失很重的金錢上的那種 損失金錢並不是岩上 是做夜秀就損失金錢 它本身就是一個 呃 不是賺錢的決定 絕對是這一次 忘記大家的 哇 打分數好難喔 不過 原本我想說 就是讓夜秀這個IP 可以 往我這邊靠 就是讓大家 忘記博恩 我覺得這件事好像有做到 對 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好像都有做到 所以 是滿意的吧 你有那時候成為一個支柱嗎 我覺得他成為我的支柱的點就是 他幾乎不吵我 這點讓我覺得他是支柱 他懂我就是 會不吵我 就讓我好好做我的秀 其實沒有岩上 我也希望他不吵我 所以那四個月你們就幾乎不會約會 就是這樣 對 而且我們會跟各自的就是另外一半家人 先做道別 我會跟他講說 你可以傳訊息給我 嗯 但我幾乎都已讀喔 你就不會回 好聽就是信任 信就是無心 非常榮幸能在封廣開一個廣播節目 你覺得從那時候到現在 自己有調整到說 可以接了這樣 還是其實要接的時候 心裡也是會怕怕的 沒有耶 一點都沒有 就是 坦白想我也不知道要怕什麼 就還是做一樣的事情 就會有人想說 會不會你比較偏藍或偏綠 確實那時候公布節目的時候 就很多這樣子的留言 然後我覺得蠻傻眼的 我當時以為 大眾不會這麼盲目 因為我在流行網 我不是在新聞網 他剛好完全沒有政治人物 所以都是娛樂歌手啊 演員之類的 被貼上政治的標籤 那我看中港流行網的官網 有三十幾個DJ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是國民黨 所以這一波就有人講 我就一概也不回應 也不理他們 節目開始播之後 他們就會知道 這個話題一點政治都沒有 你未為所有的位置 由幾億公分 我簡單的 因此 我不會幫你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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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